萝卜炖红烧肉的做法步骤 1. 五花肉切小块 萝卜也切块 旺排除了 2. 锅中放油 加一汤匙糖 小火炒糖色 3. 放五花肉翻炒 4. 放入葱花 姜片翻炒后加一汤匙生抽 老抽适量 5. 加水没过肉块 大火烧开 小火炖 6. 这是炖好的红烧肉 宝宝捣乱 肉有点焦的 7. 另几锅 放少量的油 红烧肉里还好多油呢 放通花 蒜片翻炒后放萝卜 继续翻炒 8. 加红烧肉翻炒后 加水 放适量的盐 小火炖到萝卜熟后即可 出锅前放入鸡精 9. 出锅 放点香菜